大家好,我是Roger 話說之前有網友曾經留言說 Roger,可不可以做一些日常生活英文? 這次就馬上跟大家講一講日常生活的英文 順便跟大家講一講 Cambridge Dictionary這個網 劍橋這個網 有一個也是幾隱蔽的功能 去幫助大家學一些日常的英文 很簡單的 首先大家Google search 就打Cambridge Daily English 結果大家就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然後你找第三個 Activities for learners 然後按進去 那你會看到這個非常寶貴的資料庫 因為它不單止告訴你 其實那篇文章是幫你練習 Grammar, Listening, Pronunciation, Reading 而且它是分成level 譬如說其實我是一個很初階的英文學習者 那我就可能按basic 但如果你說不是 如果我是已經比較進階的學習者 那我就去下面proficient 你看到現在有一個loading的符號出來 就代表下面它幫你篩選一些文章 那大家可能說 我平時上班很忙 或者讀書很忙 沒什麼時間學英文 不要緊 它這個網 它幫你filtr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減少 我想看一些文章 只是0至5分鐘而已 那你click下去 那其實你下面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文章比較短了 那你就會令到自己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學到英文了 那我們現在一起看一些例子 看看這個網絡怎麼幫助我們學英文 那我們選一些潮一點的 那當然跟網絡世界有關 那我們試試us of like 就是應該是說facebook的like那個button 那我按下去看看有什麼了 那你看到那些文章應該是給一些 我之前有一段影片都很久之前拍了 一年前拍的 就有詳細說過 那總之呢 A1A2就會是程度比較淺的文章 而且呢 它不會佔你很多時間而已 它只是佔你0至5分鐘而已 它可以幫你練什麼 它可以幫你練到grammar 或者讀書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了 那我就當然要按右下角的continue這個button 那我就開始這個活動了 咦 原來呢 這個like呢 不關facebook的 我都撈亂了 但是不要緊的 其實這個活動呢 它想展示就是like 這些字呢 究竟我在什麼情況裡面運用呢 是正確的 那這個exercise呢 它給我做些什麼呢 它就叫我match the question with the correct answers 就叫我呢 去將那個問題 就match在一個正確的答案那裡 那我就試一試看會不會適合了 那譬如 Would you like a pizza? 那我就看一看了 那當然是yes please 因為我真的想吃pizza 那然後 Do you like your teacher? 那你喜歡不喜歡你的老師? 那因為通常這些 yes no question 其實都是要答一答他yes or no 那所以呢 應該都是yes she is lovely 那she is lovely 就是對老師的讚美 那所以我就會選這個位了 然後 What is your sister like? 這一條其實很tricky的 就是它很陰濕的 為什麼這麼陰濕呢? 因為這個like 跟前面兩個例子的like是不同的意思的 我們一起看一看 字典去幫我們理解啊 正常我們看到like的字做動詞的話呢 就當然是解喜歡啦 喜歡啦 所以你看到譬如這句啦 I like your new haircut 就是想說我喜歡你新的髮型啦 或者Do you like fish? 你喜歡吃魚啦 這些都是非常common like的用法啦 但是 我們看回剛才這個例子啦 為什麼 What is your sister like? 我不可以量它一個動詞呢? 原因是因為這句問句 我的is 已經是做了那個動詞 已經是做了這句問句的動詞 那所以 很大機會 那個like 就是一個形容詞的角色啦 那究竟like 如果我做形容詞的話 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看看 那其實只要在我們的dictionary 在我們的字典 再拉下一點點 那原來呢 like這個字呢 除了是解喜歡之外 都可以有這個意思的 意思呢 就是好似啦 或者是同一些東西相似啦 同一些東西近似啦 那你說 這剛才不是說要additive 其實除了additive之外呢 其實我們擺proposition都ok的 那所以今次啦 我就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調整到的意思先 What is your sister like? 你妹或者你姐姐 她似什麼呀? 或者她跟什麼東西相似呀? 咦? 你發覺又好像不太通哦 因為呢 從我的答案裡面呢 她就沒有說 譬如就算這個 very kind and friendly 她都沒有一個 是跟什麼什麼人相似的意思 那所以呢 可能呢 我們又要再拉下一點點 看看like這個字呢 有沒有其他意思去符合我本身表達的意思 那其實都挺難找的 因為呢 剛才so far看了不同的definition 都不是很像 都不是很配合到剛才的句子 但是呢 被我發現了這一句啦 Be like or what is blah blah like 如果我看回剛才的問題 What is your sister like? 其實呢 正正的like是跟在is後面嘛 而is就是be的變化了 那所以呢 我就嘗試按進去這個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我先 終於讓我找到一個正確的解釋啦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呢 我們經常會用be like 去講關於一些人的character 就是她的性格 或者personality 都是她的性格 或者她的特徵 譬如我們看一看一些例句 What is your new boss like? 其實正正呢 因為這個做好簡寫而已 如果將會變成長寫的話 What is your new boss like? 正正呢 他的structure就會跟剛才這個問題 What is your sister like?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其實這個like就不是喜歡的意思 而是想形容一個人 他有什麼性格的特徵 於是 我有這個知識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link去very kind and friendly 因為kind and friendly 正正就是一個性格的特徵 那你說 以下一條 What is your friend like? 這個位的like 究竟是不是都是說性格的位置呢? 但大家要小心哦 因為今次呢 我前面那位就說不是is 所以我就不可以把剛才的be like 這個concept放下去 所以其實這個like就會回到最原型的那個 就是講說喜歡的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 你的朋友喜歡什麼 那今次我就會把link去他喜歡什麼 就是他喜歡跳舞 和他喜歡戲圓的 那最後呢 What would you like? 你喜歡什麼呢? 當然是喜歡喝茶 那這個就沒什麼特別了 那我看一看是不是對 我是對的 那我就可以繼續了 那其實這些是挺好的exercise 可以幫我一步一步鞏固我一些 我以為自己懂 但是其實呢 可能有些知識上面是漏了 我是不懂的 而這些知識呢 是可以是很簡單的 還有有時候是考試 或者我們平日常生活的文章 都很容易會看到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了 那我們就一起出去外面的頁面 我們來看一個可能 難度比較高一點的練習 那我今次呢 就搞一個independence level 因為呢 它分grade就是basic 然後下一個grade就是independence 那我們一起看看這個family holiday 那它大概是B1到B2 level 那通常如果給大家參考 當然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但B2呢 通常都是大學入學門檻的那個level 譬如有人學法文啊 學德文啊 通常呢 基本的level都是B2左右的 所以family holiday 即是大家正在準備DSE 或者IOS 最大可能呢 其實大家都是在追求B2的那些level 所以我試一下入family holiday 那這個呢 你會看到 雖然是難了 但是呢 它也不是吃我很多時間 它也是其實呢 用我5分鐘而已 那這樣就好了 適合大家的大忙人 那這次這個exercise 就幫我鍛鍊Grammar 那我一起看看 那哪裡開始呢 原來就是這個 那我就按start去開始 那我按continue 那我就開始這個遊戲了 那我們一起看看這個題目 complete the gap with the preposition 原來的規矩是什麼 規矩呢 就是我要把我戒詞 放到這一句的完整句子裡面 那大家看到 Going on holiday with your family can be boring 即是它的主角呢 是誰說的呢 就應該是跟家人去旅行 那個人 那他應該大概想帶出的意思呢 就是如果呢 我們是小朋友啊 青年人啊 那個年紀啊 就是其實我們啦 就是他大概意思呢 就是想說 如果我們啊 還是一個小朋友 或者還是青年人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在那個年紀的話呢 就應該跟家人一起去旅行 就會很滿了 那在那個年紀呢 那我看看有什麼選項啊 咦 原來呢 我們可以用in那個 那 most likely應該是in 因為in your teens的意思呢 就是當我還是青年期的時候 那我試試check answer 好 那我們看到一個例句啊 那這句呢 的例句比較長 那我嘗試呢 就是針對中間要填洞洞的那個位置 come and play on your border slides 這個我猜呢 就應該是說 哎 喂 一起玩啊 那如果是一起玩的話呢 我們看看有什麼選擇先 那當然呢 就是with 就是跟我們一起玩 come with us 就是一起過來啦 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再一起看到一個例子 but the family holiday doesn't have to be all bad 就是他應該就是想說服些人 跟家人去旅行 他呢就說 你跟家人去旅行的時候呢 你可以坐下呢 然後曬日光浴 那曬日光浴呢 我猜就應該不是在個游泳池裡面曬 你不會浸著這樣曬的嘛 應該是在他附近啦 所以如果在他附近呢 我們就要下個敗位了 你不會在泳池裡面曬日光浴的嘛 就是你不會曬太陽 你不會在泳池裡面一邊游泳一邊曬太陽嘛 那些叫做游泳就不是曬太陽嘛 你通常都在泳池旁邊 可能有一張椅子的 那你坐在那裡曬太陽嘛 記住啦 by the pool 就是在那個泳池的附近那裡 可能就搬一張椅子 然後呢 就在那裡曬太陽啦 那就跟大家做著這幾個例子先啦 其實現在網上呢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資源啦 那真的免費的 然後呢 都是很寶貴 雖然它免費 但是其實它也有很多很多有用的資訊啦 有用去幫我們提升我們的語文能力啦 尤其是這段片呢 焦點在日常生活那些啦 那希望呢 大家去珍惜一些資源啦 然後呢 每天去花一些時間呢 不只是看新東西喔 記住呢 其實我段段片都講啦 但是呢 大家記住要重溫啦 因為重溫呢 才是令到自己的學習變得有效率啦 有效啦 就要跟著為望曲線呢 可能呢 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之後呢 再重溫一次 那就會試半功倍啦 那希望幫到大家啦 尤其是呢 有些網友呢 大家可能是 喜歡看一些日常生活裡面呢 學英文的位置 希望呢 有些資源可以給大家呢 是成為了大家呢 生活中的一些自學的工具 因為有時候其實 其實說真的 我的片講得多少呢 就是我每段片 頂多就是8分鐘 但是呢 大家每天有的時間呢 就不單止是8分鐘的嘛 那大家譬如 我有一個中學英文 那你就前用網上不同的資源 那在大家的free time裡面呢 去學習把時間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片 不妨like啦 subscribe啦 希望呢可以幫到大家 日後呢 都會繼續分享一些英文學習的資訊 或者一些升學的資訊 那這段片呢 就去到DL先 下次見